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有兩分鐘 首先請曾委員民眾發言 謝謝主席 後稅條例相關休息產案完成三讀 非常謝謝在財委會有主持的過程當中 各位委員的支持 也謝謝今天在場委員的支持 本席提出的修正草案 我要利用機會提出三點說明 第一點是修正的緣由 為了持續加速鼓勵中古車機車的胎舊喚新 因為現行的條文租稅優惠期間已經到期 所以本席提出延長租稅優惠期間 並提高減徵的額度 能夠延長優惠期間 但是今天通過的只有延長五年 另外為了增加輸稅的誘因 減徵的額度 也可以讓環境更為永續的發展 所以可以達成稅收環保產業發展的多維目標 謝謝 謝謝曾委員 繼續請高委員加以發言 這隻擋住 這這麼高不是完全擋住的嗎 這樣就完全把我擋住了 好省的啊 這太高了 這把我擋住這樣可以嗎 這樣不行啊 噴水捏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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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謝謝院長大會 今天這個 我提案的貨物稅條例十二之五的修正草案 跟院版的這個病案三讀通過 但是我們還是認為汽機車的太舊換新 貨物稅的減徵呢 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啊 因為呢 貨物稅的科徵還是必須要通盤檢討 那我國貨物稅條例在民國三十五年制定 當時是為了這個科徵奢侈稅 但是其實現在早已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包括冰箱冷氣跟洗衣機 所以有很多民眾反映說 包括汽機車的貨物稅早已不合時宜 那以機車為例呢 目前一千四百萬輛機車 把它視為是奢侈品的時空背景 早已不復存在 那汽機車科徵貨物稅 確實是需要全面的來修正 所以我也同時提案希望貨物稅條例十二條 能夠減徵汽機車的貨物稅 那我們也認為說 對於機車主科徵十七%的貨物稅 不合時宜更是沒有正當性 所以未來呢 我也會持續的在立法院來推動貨物稅的改革 包括全面的調降汽機車的貨物稅 並且呢進行通盤檢討 那也希望財政部跟各部會呢 能夠盡速的進行稅制的通盤檢討 尤其是將不合時宜的貨物稅全面 標準不一喔 應該進行這個大刀闊斧的改革 所以在這裡呢 感謝這個院會跟這個行政院的支持 但是呢 希望未來能夠朝能源稅碳稅等替代性的方案 來進行改革 謝謝 謝謝 謝謝高委員 繼續請張委員提讀發言 好 院長各位大院同仁 首先我們在這裡非常感謝 我們朝野各黨派的還有我們立院的同仁 共同研議跟推動了這次的貨物稅的 這次的修法條例的這個通過 好 那我想在這次的修法中 好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讓國內的這個稅客的這個制度 產業的發展跟節能減碳的這種政策方向 都得到很多的這個幫助 我想在這一次的這個修法中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為了避免這個部分因稅貨物 所以它仍然有消費加工或移轉的這個行為 或是說在這個為出廠的這個貨物而難以被課徵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因此會有第三條跟第四條的這個文字上的修正 跟樣態的這個表列 來強化這個課稅的這個依據 避免後續無從課徵 好 那第二個特色呢 就是這次修法呢 它展延了第十一條之一的這個節能家電貨物稅的這個減徵的這個優惠 好 那鼓勵民眾持續購置由環保署所認定的這個節能家電 好 而且我們根據這個能源局的這個統計 好 過去以補助國人購買的這個節能家電 好 比超過八十萬台 好 節電超過六四十六億度 好 那為了持續促進這個產業的發展 達到地球節能減碳的這個政策目標 所以我們非常樂見騎乘這樣子一個政策的這個通過 那另外更受國民關注第三點 是更受國民關注的這個是在於所謂這十二條之五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為了促進這個老舊汽車的這個淘汰 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我們推動長達五年的這個貨物稅的減免 而且現在已經有上百萬台車輛 也因這個政策而得到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也非常樂觀其成能夠這個展延的這個 這個騎乘的這個設計 不過當然還是有小小的遺憾 就是這次的這個政策中 並沒有訂定這個落日的條款 我們認為為了嚴守財政紀律 避免國民過度依賴這個政策的優惠 我們認為還是應該要有一個落日的條款的設計 可以更加健全 但是仍然我們還是非常樂觀其成 今日這個貨物稅的這一次的修正通過 好 謝謝張委員 對不起 花言的委員都已經花言完畢了